作词 作曲 李宗盛 诸天表情 分三界二十八天 一界六天 色界十八天 独色界四天 佛听中常常听到 各种世界之间的关心是什么呢 所谓小世界 什么是小千世界 什么是中千世界 什么是大千世界 又什么是三千大千世界 我们由小世界开始介绍去 一个小世界的范围 以西宁山为中心 矗立在一轮上 高八万四千游巡 善宽妖戏 有一日一夜 在山腰旁 山根周围 有七重金山和七重山水海交互繁荣 由内而外 分别为 池双山 池轴山 池水山 善宽山 马尔山 障碍山 池碧山 在一七重金山之外 有大玄水海 玄海之外 有大景围山 在悬海四川 爱尔泰存产 遮秀兰在玄海四方有四大洲 大殿寄丸合围 acji唐山 北巨疏 ゼ Folge 鱼大铁为山下 � cowboy Carib 京龙 金龙 水龙 松龙 虚空 诸天中的第二天 高丽天 位于虚名山山顶 除了诸天住着天网之外 其东西南北 四方各有八个天国 一共有三十三天 诸天中的第一天 四王天 位于虚名山的山腰 四面各有一天 东边是池国王 南边是增长王 西边是广木王 北边是多文王 是佛教著名的护法神 又称四大天王 在大点围山 地底下一圈游巡 是八大地域及各大省地域所在处 我们所居住的地球 位在南江户州 以上为定居间的范围 请居间 顾允自已 依静而住 从诸天中的第三天 叶摩天开始 为空居间 依静而住 往上依序为 叶摩天 东帅天 华乐天 他华自在天 出场三天 一个小世界的最底归 色界十八天中的 出场三天 到此为一个 概念性完整的 小世界 所包含的内容 回顾诸天了解 可以清楚地了解 所以 一个小世界 包含了 历界六天 加上 色界的 出场三天 在明白小世界的秘密之后 就容易了解 什么是 小圈世界了 一个小世界 就是由 一圈的 小世界 加上 一个 色界中的 二产三天 组合而成的 由诸天了解 来解释 一个小圈世界 就是 由 一圈的 小世界 加上 一个 色界中的 二产三天 叫什么了解 小世界 啊 常 ranch otherwise 了解 何的小世界 之后 要了解 中 中 世界 也 不是 困 难 的 事 了 一个中 间 世界 就是 由 一圈的 小圈世界 加上 一个 色界中的 三�ъ 三天 组合而成的 由周圈了解来解释 一个中圈世界就是由一圈的小圈世界 加上一个三成三圈 清除了中圈世界 再来就是大圈世界 一个大圈世界 就是由一圈的中圈世界 加上一个色界中一空而住的四场九间 和无色界四空间组合而成 小圈世界中圈世界大圈世界 三者合起来称为三圈世界 或称为三圈大圈世界 是一尊佛的教法师 故名为一佛主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